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理解版本管理的流程 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 GIT如何管理软件开发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之前 有两个 第一个是代码开发流程 这个专指GIT 然后第二个是GIT的基础概念 好 咱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是代码开发流程 咱们先看 咱们怎么用GIT来开发代码 咱们来管理 咱们先看 首先咱们做自己的系统开发 分到活了 咱们就干自己那一块 对吧 咱们编写代码 编写完之后 大家先看 提交代码给GIT本地库 这个若熟悉 这个SN的朋友应该知道 SN只有一个库 就是远程库 对吧 没有本地库 只有本地文件夹 不 GIT不是 它可以提交到本地库 提交完之后 继续开发 比如说 咱今天有一个工作 需要开发仨画面 咱们开发每一个画面 都要向本地库提交一下 提交完之后 到晚上了 怎么办 咱们把代码提交到远程库 分享给其他团队 换句话说 咱们早晨一开始 本地库和服务器是一致的 对吧 咱们今天干了仨活 然后向本地库提交了三次 那么到晚上 把提交这三次的成果 一起往远程库再提交一次 同时分享给团队中的其他人 这是和SN不一样 SN咱们今天提交三次怎么提交 向远程服务器提交三次 对不对 GIT不是 是向你本地提交三次 然后晚上一起把这三次 一起传到远程数据库 这是一个区别 然后接下来 第二天早晨又来了 干什么 从远程数据库 获取最新代码 为什么 咱往下班了 走了 就别人还在上班了 人家下班你没家 然后你早晨来之后 你不得把别人的成果 再拿下来吗 对不对 好 咱们拿 从远程数据库 再获取最新的代码 然后继续修改代码 然后重复第二步 咱们第二天又上班了 对吧 那怎么办 改代码吧 改代码呢 重复第二步 继续提交本地 到晚上 再提交到远程数据库 周而复始 这就是咱们采用GIT 进行软件开发的流程 您说我没听明白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关系 咱们今后结合到GIT 具体的命令了 您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是说天数 好 咱们再看一下GIT的基础概念 这个是本期的重点 这些概念 您必须掌握 如果您不懂这些概念 就相当于不会用GIT 非常重要 请大家注意听 我尽量把重要的概念 缩短 减少 让您能够尽快的掌握GIT 好 咱们看 第一个是本地工作文件夹 什么叫本地工作文件夹 将代码 将本地文件夹代码 提交给谁 提交给GIT本地库 这本地库是在哪 本地库呢 是在本地嘛 对吧 那么提交到本地库之前的代码在哪里 它不在工作文件夹 要先把它提交到索引区 stage里面去 这个stage这个单词啊 以后咱们会经常出现舞台嘛 换句话说 你要想真正的进GIT库 你先要上台 上完台之后呢 从台上 我得给你推到库里面去 就是这个感觉啊 好 咱们记住这个概念啊 本地文件夹 这就是咱真实的本地的文件夹 索引区 是咱们在提交到GIT库之前 先把咱本地文件夹的文件 提交到索引区 然后提交到这个GIT库 这GIT库分两个 我刚才跟你说两天啊 一个是local本地库 还有一个是remote远程库 咱们今天 咱们不是今天 是我这期视频呢 主要给您讲解的是本地库的使用 本地库您会了 远程库就非常的简单啊 一行命令就能够搞定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今天课程文件呢 我会放到看中文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也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开始 正式学习GIT的命令啊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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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